早安,早安,早安 早安,早安 早安,早安 開始了 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隨我們來介紹的呢 這個是SUBARU的五代雷雷加西 代號是BMW BR 一個四門五門 這一款的話是 2.5升渦輪引擎 大概那時候經理也特別特別喜歡這台車 因為第一個,渦輪化了 第二個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所以在開完這台車之後啊 就有升級了其他車款的空間 恐怕就比較少 那唯一啦,如果以自己的口味的話呢 唯一只有一個點 沒有達到那個點 因為經理自己比較熱血一點 所以DSG變速箱的部分呢 我自己會比較喜歡這種類似手排的感覺 那CVT的話 它會耗掉比較多的一個動力 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而且日後啦 如果我們要把增壓子再斜上去的話 它的能夠承受扭力的空間呢 會比較受到限制 那這一台車的前面 懸吊系統是賣滑乘的 後方的話 它的邊際很短 它的邊際的行程很短 但這個底盤架構啊 其實SUBARU有很多的車款 都是共用這樣的架構喔 如果有比較小型的Impreza 或者是休旅車的話是Forester 還有中型休旅的話XV之類的 都是共用這樣的底盤架構 包含86後方也是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FT86 那這個的話 後面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它的行程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行程短分別也有好處也有缺點 好處的話就是它的操控性會比較直接 那缺點的話就是它的舒適度的話 就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的兼備了 所以這個是後方的懸吊系統 那前方的話是一般的賣滑乘的懸吊系統 這個上座的話 是下方有一顆軸承 這個前面的上座跟後方上座 都不需要沿用原廠 KT都有附一個新品 那比較值得介紹的 應該是SUBARU的車系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台車其實之前也都有介紹過 SUBARU的車系有一個很棒的優點 就是它的前面的仰角 原廠就有做偏心螺絲 可以做微幅Camper的調整 所以在安裝時候 或者是在定位上都要特別的留意 因為它的螺絲 前方的上部的這顆螺絲 它是有方向性的 這邊的螺絲孔比較大顆 鏡頭這樣拍得到嗎 這個螺絲比較大 這個螺絲比較小 可是這個是同一顆螺絲 怎麼會一邊做 一邊大一邊小 不是做錯了 這顆螺絲 是螺絲是要從這邊穿過去 螺帽的話是要鎖這邊 所以在拆的時候 也特別注意不能拆大頭的這邊 要拆螺帽這邊 不然一轉的時候 它的這個孔有可能會弄壞掉 那像這樣之為末節 很小很小的細節 KT一樣做跟原廠一樣 可以沿用原來的偏心螺絲 這個影片的話 之前好像有放在YouTube 因為今天都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在講解這個細節的時候 沒有螺絲 沒有螺帽的話 恐怕會比較難了解 但是有一些車友 甚至專業程度都比經理還要更強 這個螺絲 它是原廠就做偏心螺絲 86也是 Forester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上座 這個下陽角上面的這顆螺絲 一定要特別注意 它是有方向性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裝上去的狀況 原廠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怎樣 要拆給我 真的喔 來 你要拆下來喔 那會難拆嗎 不然你拆下來 因為難得有相關車系的 我們就拿一顆螺絲 因為我們師傅很熱心 要幫我拆下來 跟車友來介紹 那我先來介紹後面 待會兒的話 師傅拆好之後 再來用一個螺絲 再來跟車友來介紹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引擎 後行李箱 是它最大最大很大的賣點 因為整個都是平整化的 你躲在那邊 好 來 這顆螺絲 這個很難得的機會 如果 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影片的部分 這個是上方仰角的螺絲 它的螺絲不是做壞掉 是它有一顆偏心螺絲 那這一台車在前面安裝仰角的時候 需要從大孔的穿過去 我先做錯誤的示範 如果我裝錯邊 是裝不下去的 它是有一個防呆的 所以它一定要從大孔這邊穿過去 那可以靠這一個偏心的部分 旋轉的時候 來改變前輪角度的camber 所以如果你從這邊要打螺絲下來 有可能會打到壞掉 像這個的話 之前應該有打到稍微有擴孔 所以拆這顆螺絲 不要拆這一邊 一定要拆螺帽 一定要拆螺帽 所以這個孔已經有稍微擴大了 正常來說 這個旋轉的時候 它可以做前輪的角度 可以做Wave Camber的調整 所以這個是很棒的設計 現在的車應該很少有車子做這樣設計 可是這個是 雖然會安裝上有一些特殊的美感 可是這個是非常非常棒的設計 甚至有一些坊間的改裝瓶 也都有做這顆了 它有做14、16、12都有 所以這個是原廠的 原廠這顆螺絲是很特別的 來,謝謝 那我們繼續來介紹後方 後方的話 這個是一個Wagon的車款 所以它的後方的平整度非常非常好 能夠容納很大的置物空間 在上座的這邊 這裡是一個後面上座 這裡本來有一個飾板 飾板拿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後面的上座 可以從那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也是還蠻方便的 至於 問了一個音音的問題 音音的問題 好,有什麼音音的問題呢 更換後有一個動的聲音 哲好,哲好,你好 我有看到你的留言 我們同事有跟我說 那如果你有安裝完畢之後 有任何的音音問題 可以到原來安裝的地方 請計時判斷 因為常常有遇到是 像昨天的話是Track 那個是下三腳架 還有很多很多 因為底盤的零件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在隔空判斷上 可能有一點難度 我建議還是由專業的計時來做判斷 實車聽到 因為錄影也好 或者是文字形容也好 絕對沒有辦法 敘述出聲音的狀況 因為聲音是要用聽聲音 來辨識聲音發出的頻率 還有聲音發出的位置 所以一定得要實車聽到 才有辦法辨識 好,那我們來繼續再說 它的後方彈簧是配置 200長 6公斤的規格 下方的話是一個 這個懸吊系統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車高的調整會比較簡單 車高的調整 它單獨是靠這個 長短度去改變車高的 所以車高調整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方的話最值得介紹的 已經介紹完畢了 它的離載串 從大概這個世代之後的 下一個世代叫BMBS 的底盤設計 就跟這個五代的不同了 下一個世代的避震器的後方的話 會有一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但是五代的話它是固定在三角架上方的 所以設計這兩個世代是 底盤是不共用的 後半的話是差不了多少 但前面的話差異蠻多的 兩個底盤是不共用的 那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是一樣的 前方的彈簧 我們一樣配置大捲式的 7公斤的規格 讓它的舒適度的話會比較好一點點 然後這一顆螺絲 裝上去之後 在這個地方 這顆螺絲 KT的話一樣有做跟原廠一樣的設計 所以這顆螺絲還是保持原來 會有可以調整Camper的功能 那在引擎室裡面 這顆是2.5升的渦輪引擎 所以有一個上市的Intercooler 這一個就是KT富的上座 它是一個類似原廠型的 所以耐用度的話還不錯 它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度 如果往順時針的話 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前方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右邊一定要記得要對稱 那KT的用料 因為今天我們有錄影 所以我們再來針對KT的用料來介紹一下 像是 在主營油的部分 我們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整桶200L 進口的IP的主營油 再攸關到壽命 避震器的壽命 最主要的就是油風 油風的話我們使用的是日本 NOK的油風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在台灣內銷的部分 有北區有北區的傾銷商 中區也有傾銷商 南部的話有的有店家 如果啦 車友們有想要先試乘 先了解看看KT的產品 再來考慮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 SUBARU LEGACI的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拜拜